家庭主婦都知道 买豆油就要买主名分林塞里所出産的豆油 吃起来口感特别好 因为塞里豆油所用的材料 都是当地所出産的黑豆 不但品质好 最重要的就是新鲜 黑豆不只的人做豆油 参照是一般用新食品 也都是以黑豆作为原料 但是根据农牛书的调查 市民消息发明黑豆 大部分都是国外进口 为了要拘留农民在地生产 农牛书这些辅助农民业业合作 现在客座民族已经打破了300公斤 一定从明年开始要推更做制度 调整以及活化修根地的这样子的政策 那因为我们也了解到 其实现在每年从国外进口的 大豆数量相当的含大 一年进口的量就会有200多万的工作 那我们是希望说利用这些修根地 来种植大豆 来寄贷部分的一个进口 台湾製作黑豆大部分分布在分裂到台南 当地气候和环境是最多适合製作 製作黑豆当年的下线是表示 当地生产的豆内直接上去加工 不但新鲜 品质也够得到 最重要是营养粉也都没有流失 如果在我们在地生产的豆子 它不熟化 跟当地生产的特材也没有较到 baik 做黑豆 还没有较到食品和工厅 或是贩卖场 他的品質贏國外贏很多 吃起來香毒口感都比國外決然不同 有很大的差別 最大的就是他的營養價值 贏國外贏很多 讓民眾了解說 從今年開始 我們就有自己國產的飛機改的大陸的產品上市 希望國人能夠多享用我們自己生產的這些大豆產品 那一方面支持我們的農友 另外國產的新鮮 又是飛機改對我們的健康有絕對的幫助 今天農流所的驚慎之下 請到農民和藥家來繼續參與 現在政府專門推動農組的財政 促成了農民和藥家合作 來創作出鄉下的協賓 要有消費者可以拼上去國產的台灣好道 現在我們聽彩虹報道